影片开始前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 OK 影片开始 Let's go 所以没有必要去和大陆去比游戏 我觉得因为大陆的游戏产业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件事情 它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网游时代 就是用PC的这个时代 中国其实已经有了像网易这样的开发商 像网易这样的开发商 所以它在PC时代没有落后 然后到了手游时代有腾讯这样的开发商 其实也没有落后 对吧 然后在全平台时代有原神 也就是米哈游这样的开发商 其实也没有落后 那么这个其实一直的问题就是说 腾讯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游戏 现在腾讯是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 腾讯一年能做到1800多亿的营业额 就是观作游戏能做1800多亿的营业额 全世界第一名 全世界第二名叫索尼 全世界第三名就是你们玩的Steam的微软 所以其实腾讯比微软 第三名不是微软 第三名是苹果 就是Apps 那么微软还排在后面 但是腾讯的营业额是苹果的三倍 所以它其实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公司了 那么为什么腾讯会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公司呢 因为腾讯抓住了手游时代 抓住了手游时代 那么其实从20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复合增长率 手游 手游的复合增长率每年是17% 18%的往下涨 就是每年是往下涨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游戏 就是所谓的3A大作也就是单机游戏 单机吧 一直是在往下跌的 一直是在往下跌的 就是每年都是在衰落 衰落再衰落 但是在二三年它涨了一点几个点 因为二三年很多大作就集体出来 所以二三年涨了一点几个点 但是在二三年之前 单机游戏已经很多年是在往下跌了 所以我其实你可以理解到说 手游一定是先进的生产力 单机游戏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 所以我不能认同昨天晚上 有一个上海的 他在加拿大做游戏 他说3A代表着游戏的先进 或者是好游戏 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消费者懂得 他要选择什么样的游戏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先进跟好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不是从开发者的角度 是不是 不是从开发者的角度来看 OK 他可能从开发者的角度了 你说 所以我要跟你讲 这两个事情的差异是什么 其实呢 当年在大概零几年的时候 微软开始做他的Steam的平台 和那个Xbox 当时的时候 微软他要和索尼要干件事情 要决战客厅 因为在传统的欧美人 他们其实是在客厅里面玩游戏的 因为电视游戏嘛 对吧 就是你的主机 和你的电视 和你的影音系统 然后你坐在客厅里面去玩那个非法 对吧 去玩这些枪车球 去玩一些游戏 谁占领了客厅 谁就占领了娱乐 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谁占领了客厅 谁就占领了游戏 但是后来在07年08年的时候 乔布斯的苹果横空出世 把手游带进了人们的世界 所以从决战客厅变成了决战手游 对 因为手机是可以随时随地玩的 对 客厅不是随时随地可以玩的 没错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谓的决战客厅 也就是主机时代 就已经开始没落了 已经开始没落了 然后随着这么多年手游的发展 人到今天 其实也得益于说 这个芯片越做越小 性能越来越长 对吧 你的手游越来越好 还是往前去走 因为消费者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去玩游戏 而不用在客厅里玩游戏 对 但是在老的一般人 比如说像我这种人 我是个80后 我这种人我依然会觉得 当年那个时代是好的 那个游戏是好的 特别是3A的游戏是好的 单机是好的 其实有很多人的情怀是这样 但我很能理解 我也能理解 但是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能知道说 OK 你到底是要做一个先进生产力 还是要做一个落后生产力 就是你今天做的一个游戏 比如说打个比方 最简单 原神 一年能做300个亿的Sales 对吧 腾讯的随便一款手游 能做100多个亿的Sales 对吧 那你今天黑股空 你三天做了15个亿 对吧 可是呢 一般这种主机游戏 就是前三周的营销周 会快速增长 后面就开始趋于平缓 对吧 那么你一年做100个亿 可能性是很小的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你到后面 一个月以后 基本上新的大作出来以后 就会把你冲掉 那销量就开始往下走 对吧 当然靠着这个东方人的热情 可能会往上冲一些 对 那但是呢 这个依然它的这个商业效率 是没有办法去和 我所说的手游 这些网游去比的 对 因为你的商业效率太低了 所以我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 为什么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 我是觉得单机游戏的卖点 它是游戏本身 就是这个游戏要足够精美 足够有趣嘛 游戏质量不行 它就挣不到钱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抱着 堵的层层在里面 我这个游戏上市 我能不能堵一下 或者说我半途 是不是有可能就而废了 所以 所以呢它就必须倒逼着 这个游戏的制作商 要立足于游戏的质量 对 就是 它当然是游戏质量的一个 一个保障者 可是呢 而其他游戏 比如说网游啊 手游啊 这些东西 它掺杂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玩家的互动啊 c片时间的利用啊 是是是 玩家的联系啊 对对对 社交啊 对吧 炫耀啊等等等等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担任游戏的质量 单机游戏必须是最好的 不然它就被时代抛弃了 它必须要好 对吧 所以我用一个 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就是我们都看电影嘛 对不对 电影呢 它会分商业大片 它能赚很多钱 票盘很高 还会有一种艺术片 对吧 它做的很精美 但是它其实票盘不会很高 它有很好的拍摄方式 和和阐述一些很好的道理 对吧 这叫艺术片 还有三页大片 好莱坞很会拍这种 漫威这种三页大片 对 还有赚什么的票盘 赚很大的票盘 对 所以你看 其实我觉得网游和手游 更像这种大片 三页大片 就你说的爽片 对吧 那这种就是3A的这种投入的 它更像是一个 艺术片 OK 文艺片 对吧 它可能你也有投入 但是你收入没有那么高 你没有那么高的爆点 对吧 所以这个是 当然这个我觉得值得开心的是 因为在中国的产业链里面 我们曾经在网游这块有网易 它做了起来 后面有腾讯把手游称了起来 然后第三个呢 我觉得现在终于有了一家去做3A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等于说整个产业链 你从主机游戏 3A游戏 到PC游戏 到网游 到手游 基本上全产业链已经布局完成 而且我觉得 后面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人会期待 就是我看到有很多人会期待 来说腾讯为什么不去做3A 对吧 玩意为什么不去做3A 其实我觉得 他们这种期待是错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腾讯作为一个 一年收入1800亿的公司 它还去做3A 它老子不有问题吗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 比如说柳杰克 你现在是马化腾 你手上有微信这样一个平台 有15亿的用户 对吧 你手上还有QQ这个平台 你可以用它快速的 把你的网游发展起来 OK 你是愿意快速的做网游和手游 还是愿意去 坑吃坑吃做个3A 然后干个15亿 你觉得你会干什么事吗 对不对 我懂了 就是归 以我的这种赚钱的这种速度 我当然是搞这个手游 而且我的这个现有的资源 但可能是中 对啊 我还有那个微信这样的平台 有这么多的客户群 所以赛道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如果是相对是中小型的一个公司 对 中小型公司 所以腾讯真正要做的事情 如果今天腾讯他去做3A 我都看不起他 我觉得从生意的效率来说 从3A的效率来说 腾讯就不应该干这个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腾讯应该干更大的事情 比如说他要做出索尼这样的平台 比如说PlayStation这样的分销平台 这样的销售平台 他要做出什么 他要做出更好的游戏引擎 他要做出更好的3A引擎 他应该去做更上游的东西 而不是聚焦在做一个又一个的3A游戏 几个亿的投资 收回十几个亿 这样的事情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规模的公司 应该去做的 明白明白 所以我认为其实给很多 他的好处是给很多这些创业型的公司 看到了机会 对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 问题是什么呢 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投资 我们投资会觉得 一个东西它超过4年 我就不想投 因为我觉得投资回报太差了 对吧 就是投资周期太残了 那现在的情况是 你看黑武空给了 黑神话给了大家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知道4年能做出一个精品的3A游戏 可以把钱挣回来 并且能挣很多钱的时候 很多资本愿意去支持 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 去做3A游戏 这些小公司去做3A游戏 对 这个任务一定不是腾讯的 这个任务是 这些以后聚焦于品质的 这些公司的 那么我觉得 这是游戏界的艺术家 应该是这样 对 游戏界的艺术家 对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样 我们不能说 我觉得腾讯 把游戏引擎搞搞好 对吧 把这些大投入的东西 要死砸钱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种分销平台 比如Steam 他如果能搞出一个Steam 能搞出一个PlayStation 这种三层 那我觉得腾讯牛逼 了不起 对吧 但是他肯定不应该是 再得坑哲坑哲的 找100多个人在做3A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 对于公司的理解 就有人说 腾讯怎么怎么不好 但不是这样 你要看他在这个阶段的公司 他的任务是什么 嗯 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应该做什么事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呢 对吧 然后我在想第二个我想说 好 一个就是说 呃 其实呢在去年 2013年的时候 2013年的时候呢 整个东方 东方 呃 是做到了 多少 多少 他的这个 我想想 东方其实 呃 就是整个的亚洲 整个的亚洲 他的这个 呃 他的这个 呃 呃 美国是做了 400多亿 400多亿 400多亿的这个 这个 美元的这个 这个 游戏产业的这个 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产业 产值 中国是做了400 也是400多亿 中国比美国少了20亿美元 嗯 嗯 所以中美在游戏产值上面 其实是平等了 嗯 啊 那么现在3A的质量出来以后呢 后面我觉得这个 这个东方文化的这个 这个传播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在现在整个 世界地图那边看 你知道现在游戏 增长最快的地方 是哪里吗 就是玩游戏 增长最多的是哪里吗 是 东南亚 美国 非洲 和拉丁美洲 哦 那我的方向对了 游戏人口 游戏人口增长最多的区域 是这三个区域 中东 非洲 拉美 对 拉美对 这三个地方的游戏增长 是非常快的 每年的游戏增长 是按照15%的人口的增长 因为他们的基础建设在变好 嗯 他们也会有手机 嗯 他们用手机可以玩游戏 嗯 所以其实成量市场来说 就比如说像悟空这种 他 他去挖掘成量市场 嗯 我们 我就台湾人说嘛 你只有10%的外国用户 对吧 那其实说实话 塞尔达这种剧作 他也只有26%的西方用户 对 对吧 所以这里面有个问题 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 嗯 他就必然而成在 嗯 就是你做到塞尔达这个水平 做到26% 嗯 那就是到顶了 对了 从目前的角度来说 对 10%一定不是个差成绩 对 但是这是第一步嘛 对吧 对 但别人慢慢像了解中国文化和像了解日本文化一样 他也能达到20% 25% 那这个时候这个这个就是很成功的文化传播了 是 是 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的就是什么 拉帝美洲啊 什么这个非洲啊 所以未来的10年的游戏的争夺的人口 是这三个区域的人口 嗯 所以你的游戏未来是如何让这三个区域的人去认可你 嗯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这些既有的评估机构去认可你 嗯 我们现在的评估机构不管今天是给他打8分 还是打8.2分 还是打多少 嗯 这是基于欧美对于游戏的看法来给你打分 嗯 而不是基于未来的新的用户来给你看法来打分 嗯 就像我们这些年有很多东西欧美的评估比如说诺贝尔奖啊 嗯 比如说米其林 嗯 对吧 比如说像游戏的这个这个评估机构等等 对 他们其实都是在欧美的标准下 是 这才是最高标准 嗯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些标准 嗯 改变这些标准 而不是说你永远在这个标准体系里面去去去干 你永远在这个标准体系里面去干 你永远是被他的文化受感染 是 比如说土空说实话他里面有很多他们说类本类 本类就是西方语 嗯 你电麦了 你电麦了 喂 哎 哎 你电麦了 现在电了电了电了干 哎 你电了吗 电了电了电了他妈的 哈哈 喂 你再讲再讲快点快点快点 应该还可以撑一下 哎 那好吗 没有 你是没电了是不是 不可能 喂 对我耳机没电了 对我耳机没电了 那你耳机没电了 喂 你耳机好像没电了 喂 你另外一半的耳机了 喂 你刚刚刚刚刚不充了 哦 好了好了好了那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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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一下 嗯 电麦太严重了吧 还可以还可以现在好一点来继续继续啊 好拉美争夺拉美啊 好然后呢 要要要要要要要争夺这些新的这些区域的用户 然后重新制定标准 嗯 然后有新的发去到 嗯 这才是去争夺游戏产业 嗯 好好okok 好 那就差不多了 干你不行电麦了啊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电麦啊 你去 你去打电动吧 好好好 非常谢谢今天这位这个 全部闪开让专业的来啊 这位投资业的大佬来分析一下这个游戏产业 接着这一波啊 那今天非常谢谢啊 这个听到专业的分析啊 未来 就是这让大家理解了啊 其实就是手游啊 跟3a大作他他本质上还是有不一样啊 那 就是说但3a大作还是有3a大作的那个意义啊 跟跟那个意义存在啊 那他未来这个游戏市场的争夺啊 大家应该要争夺这些新兴的市场 ok 好那这个非常谢谢这个 深圳的这个 VC大佬好不好 那我等一下呢 我要开始玩黑神话悟空了啊 我今天呢 要挑战书贞昌啊 来看看我能在他手下撑了几招啊 我等一下准备打不过书贞昌啊 我等一下试试看 我尽力嘛 我尽力我尽力啊 好好好 好好好 那那就这样了 谢谢谢谢大佬啊 谢谢谢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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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我现在要去直播 我准备一下大概十分钟十几分钟以后 我就要直播去打黑神话悟空 今天是挑战苏贞昌 大家等一下见 拜拜 拜拜 好等一下见 等一下看你打书贞昌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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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prise 现在是工商时间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 我的YouTube频道 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 叫做白金会员 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 加入白金会员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 成为高级成员哦 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 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还不加入 还不加入 赶快加入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找我